所以回到我们的教育现场 各位如果是国中小老师 一定看过这个图 课纲的最中间的这个地方 要做终身学习者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之后 其实你的任何教学 如果跟这个有关 你有指引学生如何朝这个方向去走 那其实你的教学就一定会成功 那如果你没有 那其实就是失败 那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 那什么叫终身学习 什么样的情况孩子会终身学习 你要不要会学习的方法 自主学习的方法要会嘛 对不对 那你要终身学习 你终身都要有那个sense 你要不要有那个后色 就是我知道 我知道我现在要干嘛 或者我知道我现在正在干嘛 我是不是该调整自己的方向 这个叫后色 知道自己在干嘛 那所以其实终身自主学习 就是两件事 一个是自学的方法 一个是后色认知的 一个心理成长的历程 所以这两个 如果你在上课中都有教 就可以保证你的学生会终身学习 这是很重要的事 那所以在这个底下 所以在这个底下呢 我就把那个各位应该都是老师 有听说过教学保留效果 那个金字塔 那个金字塔是反过来的 他最下面是一般我们在授课的时候啊 你的讲授阅读 或者试听教材 或者是示范这种方式 他最多最多只能大脑保留30% 就是只有留三成而已 那如果你想让他学得更好 就要有一些讨论 实作 跟演练的部分 那就比较就是主动学习的部分 会让你的学习效果 可以到75% 对不对 所以那个为什么我要推创课 因为创课教育的精神就是把那些抽象的学习 然后把它变成可以操控的 实际动手体验的 你就能够在体验之中去获得这些概念知识 好 那后来呢 如果你想要让他学到的东西 他是真正要懂要会 那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叫他去教别人 把别人教会 那或者叫他去实践 真的要去做出来 只要他能够教会别人 只要他能够自己去实行身体力行 那这样表示他对这个学习的效果是百分之百 甚至超越的 所以我们老师的责任就是要 教会孩子系统性的思考 然后自学跟实践的方法 还有后社认知的自我监控 这是我归纳很多的理论 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经验看法 我去做的一个改进 所以这个也是我的 基于那些传统的理念改出来的新版的东西 欢迎大家拿去用 好 那所以呢 在刚刚那个架构底下 各位看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 你要教人 当然你要教人你的说服力要不要很好 要 你的说服力要很好 你要引导别人思考 好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既然要把人家教会 然后你要很有说服力 那老师们跟Canva的相遇 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好 好